好,来看看,今天我老二给大家说啊,带来的是2012的这个无双新版啊,也是最新的无双版 这个版本呢,咱们玩一个花活啊 这花活的话呢,我感觉啊,我个人感觉应该是比较狠 因为这里面呢,是选择了一首四人的合体秒杀啊 也就是号称传说的四人合武 目前来讲呢,很多时候这个月儿变态啊 第一呢,首先他玩的是天望难度啊,最高难度的版本 第二呢,他是这个,咱们呢,是调的是一个B的一个属性啊 这里面这个B属性,呃,是,是,随机是什么东西啊 我忘了啊,是不是啊 然后我们看看,诸葛亮呢 因为爆气了之后可以无限练这个离听万军 然后呢,主要用这个离听万军呢,来加这个分啊 先把这个,先把这个级数给升上去啊 这个地方呢,大家伙要了解啊 这并不是说,呃,怎么样 当然这个无限离听万军也不像大家伙想象中那么赖 因为到后期这个招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了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了 主要是为了摊分 你看,他现在都已经十几了啊 都已经十几了 一个神来 看看,直接合武 马超,好,先先手 这是四人合武啊 因为四个人的话呢 这个Boss的血量会非常的多 所以说呢,咱们大伙都了解 并不是像大家伙想象中的那么 对吧,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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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啊 不,那么那么脆 很很肉的这个Boss 好 你上来给你那个有的初始道具就有多汤酒 所以说,咔咔就是六口气啊 这,这个主要是你看等级有问题 就嘛,我们大伙说,这个等级绝对是有 绝对是有问题的 比如说你每增加五级 你会看到他的伤害就不一样 比如说这个每点伤害是四点伤害啊 比如说,然后呢 如果你五级的话可能变成六点伤害 十级就变成八点伤害 你不要手汗这个事 那你相当于,对吧 你升到二十级相当于双倍伤害了 对不对 这个到后期还好一点啊 这个等级有问题 再就是呢 有一些角色呢 是有这个传说中的这个 传说中的这种 这手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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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属性剑 拿上属性剑 那对吧 那攻击力又不一样啊 然后这里面 咱们角色不随机 然后BD D的话 这个道具随机啊 啊 你看 这一锁 到每一个小兵身上带的道具随机 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好 这里放招弯状来锁 我又退了 啊 无名火 这里面这个诸葛亮雷霆万军 是爆炸型的雷霆万军啊 不可能说雷霆万军 打不着人的感觉了 你看 即便是右下角 也有能力能打得到的啊 好 当然这里面的操作者呢 是来自于这个天上人间的四位 四位这个选手啊 四个人玩的话呢 很多人觉得这个可能有点太 太花花了 但是主要是偏娱乐啊 这主要是偏娱乐 然后呢 一会儿呢 据说可以秒八个妹子 我们不知道怎么说啊 现在就是把这个东西整好 现在这个诸葛亮 这雷霆万军 照成这个屏幕上啊 特别的卡 看不看见 我不知道他这个练雷霆万军的时候 大伙看我的那个 看我的那个摄像头会不会是花的 我不知道啊 OK 现在诸葛亮已经二十级了 嗯 来 这个倒影 4160滴血 先用神来定住 然后直接必杀 用这个斗准昆仑 好 换剑 前前前左 啊 可以看到 这个 虽然说伤还是不到位啊 因为其他节色只有这个 这个有一个还不到五级呢 可以看到 这是四招一试的第三次啊 一共是四招 所以说是可以秒的 四招一试的第四次了 啊 升级 再跟 四招一试第三次 重置了一手 直接秒掉了啊 你这张飞为什么要撸呢 这个主要是玩的时候 感觉会特别的爽 好的 一顿错 小金龙没啥用啊 没啥用 是有马赛克吗 我不知道啊 我感觉这一练满屏幕 全是那什么的时候 马赛克特别多啊 这个 我目前不是说我没有办法 呃 因为 呃 我一直习惯了用这个 马力去直播了 这个 如果要是说换一个马力的话呢 其实现在没有问题的 因为早些年前的时候呢 如果你换马力的话 有一些玩家他看着他就卡 大伙能理解我的意思吧 可能看起来比较卡一些啊 滋滋拉拉什么 核武就是这个啊 原本呢 核武只需要三个人 现在他们开发出来四人核武的玩法 时尚变得也是非常有意思啊 这个 主要是一个解压的啊 非常结案 OK 先手报器一会看看嫂子 嗨嗨嗨嗨嗨嗨哇嗨这个速度 好 这些落地先把黄盖秒了 黄盖6000多滴血 好 这个要下蹲A 四招一式的第四次 他必须得重置 好 可以 踢成零了 是 两个boss合在一起干 干 四一冒号等于零 三非等于零 三四是属于追地 追地是他用C来表示 三C就是一共可以追地三次 对吧 他告诉你剩余多二次 对吧 你懂我的意思吧 好 孙姬直接秒掉 这里面黄盖也给秒掉了 可以 主要是斗着 哇 这相当于没干掉啊 我看你这帮人跟这四个人跟疯了一样 真的 感觉四个人疯了啊 噔噔噔噔噔噔噔 四个疯了 我真是 OK 第二关定军斩下猴 一会有八个妹子的八个妹子的那个地方应该是在哪儿 我知道了 他应该是在貂蝉那个地方放招安壮 然后一会有八个貂蝉啊 八个貂蝉一起秒 把八个貂蝉引到一个地方 然后祝贺量神来定住 然后直接把八个妹子全秒掉 我感觉屏幕会非常非常的卡 好 这个马超的前接手啊 是比较 比较灵魂的啊 然后赵云的倒准昆仑 他这个倒准昆仑可以打多段 现在等级还不行啊 等级还不行 你看赵云12级 这边陆迅13级 只有张飞21级稍微高一点点啊 等所有人都到了20级往上 这个伤害是打的最满 伤害是打的最满的啊 好 每次这个张飞都在撸一手啊 情谋乱舞小人小元神反方向怎么发 你正方向怎么发 反方向就怎么发呀 那怎么叫反 不是 我不太懂啊 你就问我 小狼 你告诉我这个 你告诉我生龙在右边怎么发 那我就告诉你 后下后呗 后下后前下呗 这东西 你正着会放 倒着不会放 什么意思 前后下前拳 那就是后 前下后拳呗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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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这还不会放吗 秒16过一会有 不 也不能说过一会有 我不知道大家会想不想今天说啊 我估计我这次应该会说到14号左右的啊 好 这赵云就是就是脚底有气啊 这赵云是属于放了那个黄 黄中之剑 放这个黄中之剑的话会有这个什么啊 这里面要神来然后和我 老放神仙笔干嘛呀 神 呃不 薛黄没打完 太磨叽了就不想打了啊 不想看了 主要是今天主要是看鸭王打多少个地 我认为是12到15个地 玩活 你看这个boss血量非常多啊 好 定住 这神仙笔 这神仙笔终于神仙出的一个小动物 这神仙笔终于神仙出的一个小动物 对啊 你看这其实这都不算说秒啊 但是呢 能理解 不是 还不正 不正 四个人的话 这个boss的血量 是真多啊 等下 前后 哦 什么叫后下前后 咳 应该是掀 正着练是前后下前 对吧 如果你反着链就是前下后 这怎么怎么怎么就反应不过来啊 如果用这个来来理解的话啊 我又写在右边的屏幕上啊 对吧 如果要让上下左右是WASD 那就是 DS DASD 加A 就是原神出鞘 反过来呢 对不对 反过来呢就是 加A 对吧 这怎么 这怎么这么这么理解不了吗 这政府 那你要再理解不了我 不是 我没见过说 你只能说你练不出来啊 你比如说你像 好像就是有的人 天生就是说 天生就是练不出来 比如说正着可以摇生龙 反正摇不出来 那我能理解 而你问的是我怎么练 怎么练你心里没输吗 这我没有损你的意思啊 我就说这意思 你要如果说生龙怎么练 你不会可以啊 你说你正着会练 反正不会练 你只能说你正着 能练出来 反正练不出来 也没有什么技巧 我可以告诉你 就是别手 别手的话 就是真的训练 真的就慢慢练啊 不难的 他说完不难的啊 不像那个项目的 鸳鸯麻花座 确实难 对吧 像那个桑基列夫 对吧 那个那个与麻花座 那个土同人想练的话 真的啊 就是挺难的 不建议你练了啊 但是你这种都不一样 这种操作没有必要啊 大元神就是 大元神就是练这个 ABC啊 反正我 我就是 ABC ABC ABC不是扎气吗 大元神就是 你当大腕满的时候呢 不是点A了 是点那个ABC 他就是大元神 不用G 你现在还用G 大哥不是 这个你是故意逗我的吗 还是说 不是大家伙 我没有不耐烦啊 我 我必须要强调一下啊 你如果这样的话 我不建议你玩这个游戏了 兄弟 就是 就是 我有一个哥 也不叫哥们 就是同学吧 他 他 他这个上学的话呢 成绩是我在我们班 明镇前茅的 不是前五 甚至有的时候 还能达到第一名 年组 前二十 没问题的 我这个 这个人 但是他就是 他就是军训的时候 走路顺拐 你怎么整 他也不行了 你怎么整 他就是顺拐 对吧 很多同学嘲笑他 我 大哥是 你是嘲笑他 人家学习好的时候 哎 你就嘲笑不了了吧 但是这没办法 你这个不是说 我给你写的问题 你就是你 你在这方面 你有 就是 你可能有点缺陷啊 我 我是这个意思啊 咱 咱 我男人就比较直白 一直说 你如果说你这种 要不然你就 故意逗我玩 你要不是故意逗我玩 那肯定是有点缺陷 我建议你就别玩这个游戏了 对吧 我 我 大家会 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吧 就是前后下 就是前后下前 你反过来 就是后前下后 这这这这这我都是 简简单单的 我靠 啊 这个马其实更好秒一些 啊 啊 啊 哎 你看 你看 其实这个都已经断联了 不过好在这个 这个boss是被打成 晕眩状态 所以说呢 在没有解 就四招仪式解除了 一个晕眩状态之后呢 反而呢 他还没缓过 他还没缓过来 然后呢 四招仪式就解除了 所以说也可以算是 无限联了 就跟冰剑一样 对6426或者是4624 这个意思 这我亲眼所见啊 就是我们班的 也不能说超级学霸的 至少就看起来挺 他而且他不光体育不行啊 他走路顺拐 他向左转向右转 分不清楚 他真分不清楚 就有时候那军训啊 可能有车 向左转 他就往右转 他就分不清楚啊 就是 我不知道你们经不经历过 这种人啊 走路顺拐 真的是这样 我这样 没法跟你解释啊 这个就是 你就真的 就给教官气的真声 那教官也大不了多 教官可能大概有个十八九岁啊 那教官真的 教官气的 真逼得泡都出来了 就是咋也教不了了 咋也教不了了 还有就是唱军歌啊 唱歌 我们有个小老哥啊 唱唱歌 体育贼好 五音不全啊 唱那个 日 就是 日落西山峰峡 就唱这个 打马归来 这一般都懂得会唱 挺简单的吧 咱说实在话 就不难放 对吧 唱不了 声音都挺大 你妈他唱的 我感觉跟糟魂似的 就没办法 就天父啊 就天生的 这些 每个人都 都不是说全能的啊 可能有一个重大曲线 没办法 像有的人 个方面都挺好 长得也精神 对吧 可能有 还是洁癖的 我感觉你跟我描述的这个东西 我这么解释 你都写是不是呢 那能我说 我感觉你可能说到这个问题 我建议你不要往这边 就滑满了 咱攀长江 就不要忘想的是打篮球了 行吧 咱攀长江咱好好的 哪怕咱踢足球也行啊 好 人行怪其实最好秒 人行怪其实最好秒 不过我想说 这张飞 你不要以为这个张飞秒 秒他好像挺简单的 其实这张飞可以秒咱们的啊 什么不好 有的时候 但是把很多大神在这里面 被张飞秒了 也很正常 对不对 好 大尾巴狼 大尾巴狼是什么 大尾巴狼是啥 是这个邮剧的 有一个管理员 叫大尾巴狼 好的 这个这墨爷剑 我可独剑啊 看不懂这个游戏 这游戏不用看懂啊 首先呢 在四招仪式这方面上 三追方面上 是没有任何的改变的 主要就是四个人核武 他核武的这个核体的这个乱武必杀 乱武必杀 大家会懂啊 一般都是下上臂啊 一般都是下上臂 就是下上跳是乱武必杀 乱武必杀呢 就是主要是以这个物理攻击为手段 当然你可以配上这个手型剑 以物理攻击为手段 打出多段的连点伤害 伤害不高 但是打的段数非常多 而且多数在有晕眩状态 所以说呢 他们这么一头 一起合体再打 就会出现这个 这个 这种效果 实现了这种合体秒杀啊 OK 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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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在这个游戏只能挑战说禁地一命 这是最难的挑战了 比如用貂蝉啊禁地一命啊 这真挺难的 但是呢 如果三人合五的工作 比方四人合五 再加上玩的BD模式啊 还有点变态了 这个普通模式的话 其实相反其实挺难的啊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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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里面诸葛亮各种剑都有 诸葛亮已经八星八剑了啊 已经是八星八剑了 这个游戏 我跟大家讲啊 这个剑 很多人说吃满了怎么办 其实无所谓的啊 这个游戏 你把剑吃满了 你可以用 可以 可以把宝扔出去啊 可以用 类似于像三国战区二一样 把宝扔出去啊 所以说 宝格满了无所谓啊 无所谓的 好 哇 这是神赵云 这神赵云这招是玩赖啊 OK 来看看 神来 诸葛亮血杀 看不见 诸葛亮血杀 也是一个观念点啊 用火箭血杀 这个伤害不一样 诸葛亮 哎 BOSS跑了 这里面必须要用到诸葛亮的血杀啊 这个因为夏侯元这个角色怕火嘛啊 夏侯元怕火 正好一手血杀 他这个吊针 其实已经不错了 他不卡就不错了啊 不死机就不错了 吊针并不是说这个 是这个我录制的问题啊 或者说我在线看这个视频的问题 主要是 他屏幕当中的元素过多 比如说目标道具 还有一些元元素啊 比如说火呀 顿书啊 飞盘呢 或者说BOSS啊 反正只要一多 他就会卡 你看现在他绝对不带卡 对不对 那个风锅没啥用 没啥用 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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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好 OK 这只要是BOSS啊 那必须的B啊 必须给你带走 这BOSS绝对不带给你嘻嘻哈哈的 好 好 其实现在都已经20多级以上了 所以说还好一点 都已经20多级以上了啊 墨爷剑 墨爷剑 是真的有墨爷剑啊 八个妹子就是等到那个雕查那个地方啊 连续把八个妹子全秒掉 好 你看 这里面剑都可以互相倒的 看不看见 这里面给这个 你看 你看直接倒出来 你看 现在这个陆续身上闪光看不见 有点那种四剑加成的感觉啊 已经闪光了啊 这一顿抖 这扔出来的普通剑 其实是个箭筒 这什么感觉 这不是普通剑是个箭筒啊 墨爷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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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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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觉只要是个只要是个怪 你看就能锁出东西来啊 好 好 许楚里面 许楚最牛逼啊 其他的角色都是双手举这个石头 许楚是单手举石头 而且有点像举那个什么是那个 像啊 来 我们我们这盘菜来了啊 电小二上菜的感觉 拿个托盘 这是真挺实惠的啊 这个设计啊 我跟这里跟大火说一下啊 这里有诸葛亮的马超是可以通过技能来变换的 张飞和许楚是可以变的啊 这都是路子啊 陆讯和关羽和黄忠可以来回变换 可以通过技能来变换 啊 直接走右路肉肉最厉害 评论管许续叫肉肉是吗啊 这里面主要还是针对于这个解压啊 换个三国视频聊一聊 兄弟们跟大家说 你们你们最喜欢三国的哪个文将哪个武将 现在有点落实了 最喜欢哪个主公 是吧 哪个这个军师啊 也已经落实了啊 这个就是感觉好像就是说的太多了啊 什么你喜欢哪个女的啊 对吧 貂蝉的小乔大乔啊 或者她的事迹啊 现在啊 就这个事迹不重要了 对吧 现在这个事迹不重要了 主要问你喜欢 主要问你喜欢啥呢 比如说问你喜不喜欢这个 什么 一些二流的武将啊 啊 行斗容啥的啊 哈哈 对啊 行斗容 你像攀范 什么 这个 什么 我不汉将留三刀了 河内冥将方月 你像攀范儿什么 这个 这个 什么 我不汉将留三刀了 河内冥将 我喜欢安眉 攀缝嘛 确实是啊 攀缝被那个老三国 老三国里攀缝 我跟你讲 怎么说这个事呢 老三国里的攀缝啊 那是真别屈啊 那是真别屈 那你知道他怎么怎么梗 老三国里的攀缝是这样的啊 这个 哎 我的大仆早就饥可难耐了 然后呢 这个人啊 然后这个人就出去了 下一个镜头 并不是说被人砍了 下一个镜头是直接躺地下 主要是直接躺地下 这个事 这就离谱啊 你知道吗 这个绝对不是在跟你嘻嘻哈哈的 好 司马懿说秒就秒 三国之二选 颜白虎 你说的是三国之二 三国之有颜白虎 太审慈 你说的是三国群鹰传吧 三国群鹰传里面 这个实话是说啊 这太史词是绝对 绝对第一神将啊 太史词绝对第一神将 是吧 配上一个军师 一个人就可以挑十五成 运气好的人啊 还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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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白虎 可能本身他也有这个角色 那你像黄斧松 也有啊 对不对 黄斧松是不是 陈玉 那也影上啊 是影传人士 陈玉还用说吗 王左啊 王左之才 陈玉的话呢 都知道他忠于大汉 已导致内生命失调 对不对 这个曹操呢 有的时候呢 就感觉他 他跟着曹操 他的路子啊 这个跟他的这个价值观不一样 古古人啊 其实比较注重自己的信仰的 虽然说有很多人的信仰 是会崩塌的 啊 他并不是情商敌 他只是信仰 盖过了他的所谓的信仰 你比如说 曹操最开始也是有信仰的 曹操最开始也是有信仰的 甚至呢 曹操最开始是信勇行的啊 但是他被好多人出卖了之后 他被的最好的朋友 张扬出卖了啊 他瞬间 他对于人生观 价值观 和世界观 全面崩塌 然后呢 他能过来的 他绝写一手 直接觉醒 牛逼 确实牛逼了啊 滚开 跟开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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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这样 廉盐钥匙 祖谷那个就不要说了 祖谷那个事 其实嘛 凡事啊 都有两面性 就比如说 你像那个谁啊 像那个孟达骑士 孟达的最开始是跟着刘备的 深受刘备纵用 后来呢 由于这个 你把由于这个 这个 这个 蜀汉这边的势力吧 一共有三方的势力啊 一个是原本的荆州势力 一个是这个西川势力 还有中途收编的势力 这个势力非常多 就政治势力 大家可能理解我的意思吧 什么叫政治势力呢 政治势力的就是 就好比 咱们看过很多的那个 那种精彩的 比如说 李作 对吧 比如说咱们讲什么 军统啊 中统啊 是吧 同为一个 按理说他们是一个阵营的 是不是 但是呢 你像中统啊 和军统就不好啊 也就是保密局 跟后面的那个党通局 他就不好嘛 对不对 大家可能理解吧 而且同里呢 就即便是同一个地方 他也有这个不好的地方 比如说类似于像 这个他是 比如说同一个老乡的 或者同一个学校的 比如都是 都是这个军校啊 这个军校 那个军校的 大家可能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说他有帮 分帮分派 这个孟达呢 就跟这个 对吧 在刘备这呢 他就害怕了 没去救这个关羽 他一觉得不好 我赶紧投降曹魏 他就投降曹魏了 而且呢 投降曹魏还真不错 深受这个曹皮重用啊 曹皮是比较信任这个孟达的 孟达呢 在曹皮这个事的 还是挺失乡的 而且呢 应该算是 镇守地方的 这个风向大力 后来呢 曹皮死了之后呢 这个曹瑞继位 曹瑞就跟这个 孟达关系不好 结果这个孟达呢 就又想投降刘备了 已经投降这个 这个刘善 也就是说 这个诸葛亮这边 但是呢 那个时候呢 孟达的才能啊 兄弟呢 我跟你们讲 孟达的才能呢 跟我们现在来说呢 他的这个才能 就在这个领军啊 啊 这个这个计谋这块呢 应该是一线电点 确实达到了一线的实力 不错 但是人司马懿 无论是从性格上 还是从计谋上 还是从他的个人 各方能力上 他都是S级级的 懂什么意思吧 他就被这个 司马懿给搞了 司马懿呢 虽然说有点 这个月子带袍 但是呢 曹瑞这个皇帝 确实挺厉害的啊 以导致让这个 司马懿呢 就是确实很 就就把这个 孟达启事这边 就给平了 相反呢 最开始呢 司马懿呢 是被这个 曹瑞给血藏的啊 也就是说 那时候诸葛亮用剂 把曹瑞用药 曹瑞把这个 把这个 把这个给罢免掉了 把这个司马懿给罢免掉了 司马懿呢 当时呢 就是下雨 就是说被 你贼旗杨老爸 这个政治呢 不敢让你碰了 毕竟呢 我爷爷说 对吧 你英式狼独不可动用 他日呢 必有造反嫌疑 对不对 既然呢 而且有人造谣你 我不管你是不是造谣 反正我就 对吧 这个时候呢 他派这个 派这个 当时的这个 夏侯渊的这个 孩子啊 也就是说 据说啊 是曹瑞第一帅哥的 这个夏侯毛啊 这个来 当做这个 大都督 讨伐这个属汉 那个时候呢 子无谷其谋 还真没准能成 但是呢 当时咱们都知道 咱们在上帝视角上来看 对吧 咱们在上帝视角上来看呢 咱们觉得 哎 这个夏侯毛 懒鞋子 你诸葛亮 你怕他 你应该挺魏妍的 是吧 双向作战 但是呢 诸葛亮一生不用险 这是其一 其二呢 你是上帝视角 你都知道解体的 你知道这个人能力不强 但是诸葛亮不知道啊 对不对 那时候也没有 也没有资料 也没有电话 也没有攻略的 是不是 不像咱们的现在 要玩个游戏 看个攻略 你不知道啊 对不对啊 李延的话 谈不上悲剧 他虽然说是 正式下的牺牲品 对吧 他跟诸葛亮玩正式呢 明显是以卵击石 但是呢 他呢 没选择归顺啊 我跟大家讲解一件事 李延跟诸葛亮的地位呢 理论上来讲是一样的 就是辅政大臣啊 大家会了解啊 虽然说有头辅有二辅 但是非常牛逼 就好比当时 这个康熙继位的时候 有四位辅政大臣 是吧 头一号就是索尼 对吧 二迪姓 头一号就是索尼 然后第二号呢 就敖拜 然后呢 再是苏克萨哈 红额碧龙 三个四个人 当然呢 最强势的啊 就是这个索尼 因为他为啥强势呢 因为他 这个 这个位高权重啊 比这个 这个门声变故朝野 而这个 在这个 弯这一块呢 对吧 可能就是这个敖拜 非常厉害 还年糕气胜 就跟一个社团 对吧 这个雙花打红棍 索尼呢 可能就是 啊 初复辈长老 德国望重 啊 也实力上也很弱 还有一个 比较牛逼的儿子啊 这个 当时呢 说明一下侄子啊 朵朵啊 这个这个情况啊 这个正史跟那个康熙 那个王朝还不太一样啊 在大伙能理解 我说的意思啊 这个 然后诸葛亮呢 是什么啊 诸葛亮给大家 说一下 诸葛亮在蜀汉的 这个地位呢 苦证大臣 当时他并不是 所谓的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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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效 大伙要理解 一件事啊 就是说 成效呢 牛逼 成效牛逼在哪呢 他可以开 有一个独立的办公区 大伙能理解 我的意思吧 就比如说 皇宫是皇宫 但是这个 成效府呢 有点像市政府 办公激动 大伙能理解吧 这个 这个 情况啊 大伙一定要记得住 他可以在自己的 这个 这个府里面 这个 搞事情 对吧 能理解吧 这一下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这一下就不一样了 这个 李延呢 作为脱姑正臣 他跟诸葛亮呢 他谈条件 他谈什么条件呢 他说我呀 他说我呀 是 对吧 这个先帝 也是脱姑给我嘛 他脱姑给我 我牛逼呀 我点 这个 我点开服啊 你看这个魏国 对吧 曹丕继位 他就有两个开服 他哪两个开服呢 一个是传说中的这个 一个是传说中的这个贾许 一个是司马依 这两个人很牛逼 那我 我也想开 你诸葛亮开服办事 我也开服 我也想开服 这个李延呢 诸葛亮说 那那行 咱这个不一样 咱这个并不是你 是吧 并不是那个所谓 是吧 你跟咱俩这个 那怎么能一样呢 对不对 所以说啊 这个 李延就不干嘛 李吕的 在跟诸葛亮呢 就搞事情 最后呢 他还输给了自己的欲望 最后就点了数人了啊 然后刚才我们凤姐说 无子良将 无子良将没啥好说的 张辽拜拜DS 无子良将 张辽拜拜DS 徐广啊 徐广 这个周雅不知风 人气也不错 对吧 这个 张和一生为曹魏 奉献了自己 最辉煌的这个事迹 最终呢 也是在讨 这个在这个 这个诸葛亮 讨伐魏国的时候呢 战死 也是啊 人品啊 战绩啊 都没得说 很多人说战绩算啥呀 战绩呢 被他们赵云打 被黄忠打 对吧 被关羽赶跑 被张飞 这妈的直接都 追的都不行了 什么玩意啊 对吧 你张和算啥呀 但是你要知道 张和那个时候 他跟五虎将比 那肯定是比不了 但人张和 可是正儿八经 在后期 那是独党一面的 这个选手啊 对吧 官已经当到了 车技将军 那能跟你开玩笑吗 那不是跟你嘻嘻哈哈的啊 对不对 当然最后也是战死了 这个人品啊 在曹魏的地位啊 也是number one 不用多说 但是呢 你虞尽呢 最开始可是 五子梁将之首啊 兄弟们 虞尽如果不是 在这个 这个 这个 关羽 这儿 被秋入了 对吧 如果他不是在 办关羽 被秋入了 那他一定是 对吧 神来 这个地方 官二爷直接被鸟了 官二爷直接被鸟 羊羊 好 这是白相方便面 这不像白相方便面吗 真的像啊 好 好 鸟博言肯定是厉害的 鸟博言还用说吗 对不对啊 这个我是在下载一个东西啊 下载一个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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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呢 我都懂啊 不懂 别问了 啊 嗯 啊 下载一个踏死的一个作品 一个 踏死的一个作品 欧队来看看一顿 直播看看就黑屏了 不能你换个路线啊 你换个路线 换一个路线应该就能好了 OK 不用解释了 我解释个屁啊 好 这一关是最要看的 一会咱们都知道啊 一会有一个貂蝉 我们看的就是貂蝉 对不对 我们主打的就是一手貂蝉啊 没毛病吧 现在的boss血量 来看看貂蝉出来了 这不 不过不是这儿的 正常不是这一个貂蝉啊 我记得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啊 兄弟们 好 三美 看什么三美 哪有三美 另外 我们的 也有三美 让我们看 我们看 我们看 这有三美 我们看 真正的 一个 我们看 这个 不是 你们永远有记住一件事啊 这个所谓的强呢 第一是有比较的 第一呢 这个所谓的强是有比较的 第二啊 这个强和弱呢 主要是你分什么情况 这个 你三国演义里面 你看前期 是吧 主要就是 你群诸侯比较多 每一方都有各种各样的势力 这个时候呢 你拼实力用处不大 没有人像后期未属不亮的 有取多之力啊 没有那么牛逼的 他前期每个人一小块 那个时候呢 大家伙打架都靠道义 对吧 先找一个自己手续的大将单挑 你小兵 你小兵 往上上 那能行吗 那不行啊 对不对 你得将领往上上 PK一下 而且尤其是小说 他必须这么写 而你到后期 全是三国时期了 未属无了啊 你那个时候 你谁单挑啊 那都是打那个全线作战啊 全面战争 你单谁给你单挑啊 对吧 你就像好比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黑道风云20年里面说的 啊 那个赵山河说 单挑还是群 我挑你妈呀 傻 对吧 对不对 我现在是三星了 是吧 刚才 没有记错 我喊上三星来了 啊 来将通明 李凤仙 李凤仙死后 关羽 看谁都服气 我告诉你 李凤仙就是不死 张飞看谁也不服气的好吧 张飞 张飞在他的内心描写里 确实服气过李 一件事 就是圆门设计 这是真事啊 这是真事 确实是佩服 其他的不佩服 而且李慕 无论是你们看 你们可能被那个 新三国和老三国里面 探那个 三英战李慕啊 给这个描写啊 可能感觉张飞弱一样 事实上在原著小说里 张飞并没有弱啊 并没有弱下头的 懂我的意思吧 啊 啊 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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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火烧联营 这里面这个张飞血沙也挺挺好啊 1234的啊 黄泉也厉害了 黄泉那多点啊 黄泉跟着刘备去火烧联营 对吧 黄泉这个名字啊 就挺挺牛逼的 听起来有点邪门啊 对不对 而且这个不关是那个黄泉 黄泉之下的黄泉 还是黄帝的权 权力的黄泉啊 感觉都怪怪的是不是啊 其实按三国演义里描写 根本就不需要那个啥 好 登登登登登 登登 魏妍要死 嗯 好 哇 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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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感觉每一个地图都在进去啊 每一个地图都在进去啊 每一个地图都在进去 这不进去不行了啊 黄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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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看看 这边一顿左右左右滑啊 一会儿还有破阵 一会儿还有破阵啊 九文龙攀放是什么鬼啊 九文龙攀放无敌了呀 呃 登登登登登 lan KνοB blat 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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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 半小湿 聒 阿 Az 你看看 这里面就有点青钢剑 必须有点青钢剑 好 这是刘飞 四个玩他不是卡 他不是四个人玩卡 他主要是屏幕元素多了 好 看看这边特阵 我想说啊 这些小兵头上都没有血量啊 其他版本头上是有血量的 如果其他头上有血量 我告诉你 那真的 这个小兵几十万血 知道吗 几十万血啊 来 好吧 江维和早期的鼠将差点 我跟你讲 江维就不要闹了啊 大家要记住一件事啊 江维这个角色啊 你如果我要这么说 你要了解一下 江维这个角色 大家会一定要记住 这个 他是一个响将 你能理解吗 江维是一个响将啊 你想想 一个响将 他最后他肯定是在斗争 政治斗争当中落下风的 为什么诸葛亮 他可以亡死狗 对吧 有人在背后狗 我直接当着皇帝面我处死你 你一点招没有 我告诉你 别跟我嘻嘻哈哈的 知道吗 啊 但是呢 江维他就是个响将 这个就挺难啊 你懂吗 啊 对啊 皇后 江维就不敢杀 我告诉你 后期鼠汉 他能起来都滚了 他能起来都滚了 你一下啊 夏侯爸是响将 江维是响将 不说了 夏侯爸是响将 对不对 然后那个谁是响将 然后那个谁 那个呃 王 王平 大伙知道那个王平吗 最强副将的王平 响将 这尼玛就感觉好像牛逼的人都是响将 没有不是响将的人 你说你碰到这种情况 你咋 咋整 对吧 魏严呢 谈不上响将 但是也顶天就是在长沙那个地方收过来的 对吧 他不是第一炮人 但是魏严受到重用也确实是啊 对吧 这个这个刘备给 确实给这个魏严为以重任 呀 王平也厉害啊 你们看后期的厉害的人全是魏国的 你这个到哪说理 根本就玩不了啊 你像吴国还好点 吴国呢 最开始所有的那个原始的人都是江西人啊 你像什么成谱啊 什么成谱啊 以成谱为首 成谱 黄盖 韩当啊 这些都是 这些老将啊 都是这个 这个江西带过来的 然后在江东里面 在这 刚入主江东的时候收到了什么周太啊 是吧 这个甘宁 什么太史词这些 然后再往后才是孙权收的人 那就是在本土 江东本土就是后生之秀 而且一定要挑 就是大家知道 古代的时候吧 有一个制度的叫查举制 啊 比如说一些人当官可以举笑脸 就是说你这孩子孝顺 说明你这人行 人品好 人品好 我信任你 我人品好就 就 就比能力重要 大会能力 对吧 啊 人品好 比能力就重要 啊 然后比能力这一重要 那你懂的 对吧 那就不是在跟你嘻嘻哈哈的了 这个 江东呢 是两个势力打 这个 蜀汉的是三个势力在打 所以说呢 还点是跟贵国这块都一样 啊 韩玄开局有荒中未言 不知道怎么输 你别闹了 韩玄他第一 他没有身份 他能力有问题就不输了 性格有问题咱也不输了 首先 他是没有身份 你知道吗 他不像 曹操有身份 有侍族去支持他 对吧 黄中是人家刘婊帐下的 后来你是 这个乱战 对吧 曹操啊 刘备啊 孙玄啊 刘婊啊 刘婊啊 乱战 这 这 这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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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中没办法 在 这 这个 魏妍也是在 魏妍 他本身也是留不了手里面的人 后来才跟韩玄混 韩玄不行啊 不要闹啊 韩玄那啥呀 韩玄咱也不是说 性格和能力不行了 对不对啊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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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称之为就是 比如说他是你 叔 张继 的媳妇 对吧 这古代 古代自己的媳妇被抢 都已经是很大的尺度了 那你说你 你说你 长辈 而且是你 是跟你父亲一样的 叔叔的媳妇 虽然说你叔叔嗝屁了 对吧 不过古代在这方面其实挺好 我跟大家讲解一下 古代在某一个方面挺好的 就是说 当 就是天要下雨你要嫁人 我不知道大家会能不能理解 我说的意思吧 就是说 当你如果说你想 你想立正接牌坊 虽然说是被歌颂 可以歌颂的 但你不立正接牌坊 也不犯法 道德上也不可以受潜质的 你比如说 我丈夫走了 我可以 我可以再嫁别人 大家会能理解 我说的意思吧 他可以嫁给别人 而且还支持的 因为古代咱们都知道 生育率 不像现在 因为古代的时候 无论是从医学角度 还是战乱角度 还是从社会资源角度 看来讲 都是受用的很强 很长 该这个人口 要知道你为什么卫国强 卫国不光是地盘大 然后农业资源 军事力量都非常强 军事力量和农业最主要的一点 就是人口 现在呢 这个人口也很重要 兄弟们 你看现在是不是人口也很重要 咱们咱们中国这个人口 生育率一直往下降 韩国 日本也在往下降 咱们中国呢 比韩国 日本强不到哪去 尤其我们东北这啊 对吧 这个人口也在降 人口降了 真不好啊 大伙能理解 理解我的意思吧 人口降了 那不是跟你嘻嘻哈哈的啊 大优优独播剧场 大乔去哪了 大乔没有影响啊 大乔呢 是严格被孙玄给 也不就 也不叫软禁吧 就用道德给捆绑 对吧 因为他身份比较特殊嘛 身份比较特殊 大乔呢 是身份被捆绑 大乔和小乔都是非常悲惨 他们的身份捆绑住了之后 就不能嫁人了 其实你曹操如果是好好跟张秀台 说你沈子长得漂亮 我能不能娶你沈子 其实这个事吧 如果好好说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他为什么 这个张秀就理解不了呢 你拿我婶当妓女啊 你拿我婶当妓女啊 三国演义里面 这个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这个电视剧里面 演的是点为帮这个曹操给传了 那个没问题啊 但是我告诉你 事实上不是啊 事实上是张辽帮传的 事实上是张辽帮传的 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吧 八门要来了啊 在荆州城里面有八门是吗 啊 一会我们看一下啊 其实正常 你像那个 在那个 咱们大伙知道啊 这个00和50 对吧 00和50 00上将 大伙都了解啊 50是 是这个张飞收的 啊 张飞收的这个 将这个50太守啊 被他不下狗志呢 一毛四死 张飞呢 不费吹灰之力 直接获得了 对吧 长沙贵阳 贵阳太守 贵阳太守 叫赵范 姓赵 赵云呢 去收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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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啊 赵云去收这个贵阳 赵范呢 一看 你这赵云这么牛逼 刘备这么牛逼 助量这么牛逼 我直接投了吧 对吧 投了呢 这个潘亲戚啊 你看我赵范 我是不是牛逼啊 咱俩都姓赵 是不是啊 就跟那个 就跟那个 古货仔里面 对吧 这个 我叫陈嘉南 你叫陈浩南啊 对吧 咱俩就插一个字 真是有缘啊 我们是自己人 就说一个意思 对不对 八个辈子 就是八个貂蝉啊 八个貂蝉 这个赵范的嫂子呢 就喜欢英雄 话说 谁不喜欢赵云的 你要是个女的 你也喜欢赵云 是不是啊 但是呢 事实上在小说里面啊 确实表现 他这个嫂子 长得确实好看 这个咱实话是说 就理论来讲 就长相来讲 而且也是大家闺秀啊 也是也是懂得这个 就他并不是说那种 女子无才便是德那种啊 这个属于那种 就是大小姐那种 确实是啊 要气有气 要文化有文化 除了是二婚 而且还是那个嫂子 被配这个赵云 没有任何问题 这里面跟大家 讲解一下啊 这个赵云呢 他不跟这个赵范的 这个嫂子一起 主要是因为什么 我跟你赵范 咱俩结拜 你嫂子就是我嫂子 我他妈能跟我 对吧 我能跟我嫂子 讲事吗 这个事我觉得 不愿意赵云啊 真不愿意赵云 对吧 你说我们这有一个美女 仰慕将军 跟我没关系啊 对吧 不是我嫂子啊 跟我没关系 长得漂亮 你看行不行 那行 那行 对不对 那没毛病啊 好 然后你说这个 你说这个叫什么来着啊 这个叫咱们大伙了解 那个叫什么来着 这个 你像刘备 刘备娶备 刘备就娶的222婚了 这个后来呢 有一个吴夫人 就是吴怡的妹妹 吴怡也是后期 这个鼠 鼠汉的这个将领啊 这个愿意算是个文官武官都可以算上啊 很厉害啊 呃 这个他妹妹呢 是这个 当然呢 当然刘备娶她妹妹主要是为了稳住这个益州的士族 对吧 啊 士族 这个也能理解 啊 娶了个吴夫人吧 关系乱 那有的时候政治婚姻啊 就没得说啊 政治婚姻没得说 但是不得不承认啊 就是三国演义里面 名文表示 包括三国志里面 名文表示啊 张飞 张飞的两个女儿 啊 张飞的两个女儿 那真的是地位不一般啊 大家伙都了解啊 张飞的女儿是谁啊 这个名字不重要啊 张氏 一共有两个女儿 一个是姐姐 一个是妹妹 而这个张氏呢 姐姐最开始呢 是被当成了皇后 就是刘善的皇后 郑公娘娘 而她姐姐病逝了之后呢 张飞又把她妹妹娶过来 又当成了皇后 郑公娘娘 对吧 这个说明两点 第一呢 其实就张飞的孩子的这个关系 没有必要 刘善是没有必要拉拢张飞这边的士组 因为张飞本身就不是士组 大家可能一样 张飞他根本就不是士组 他跟龙飞是怎么 咱就说一实话 跟咱们现在来讲 那就是发小了 相当于 那真是 那都不用拉拢啊 那还用拉拢啊 所以说张飞的两个女儿 那一定是长得很好看 对吧 这个就是巴妹儿啊 这屏幕 这屏幕都卡了啊 这屏幕都卡了 你看 大哥 这不是 这真吕布 我想请问一下 他六万多滴血是啥意思呀 这六万多滴血是啥意思呀 兄弟们 这真吕布是不是有点东西呀 大哥 我们快进一下啊 卧槽 这真吕布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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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吕布呀 卧槽 我不快进都不行了 兄弟们 这时间都不够 这么秒 时间都不够 你看 我16倍速度快进了 兄弟们 16倍速呀 哎呦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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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应该说是好看 我觉得这种情况下是不用拉拢的 确实我觉得应该是张飞的两个女儿 所以是好看 书中其实有描写的话 这不重要啊 好不好看这个事 而且张飞可能大伙误会了 张飞他 张飞这个 这个不像咱们三国演义里面 包括那个新三国演义 张飞一定是长的那个B2吗 我实话实说啊 有点太污蔑张飞了 我虽然说我是张飞的粉丝啊 铁杆啊 但是呢 长相这种东西 在福袋的时候 你张飞 首先人家眼睛大 对吧 人家首先人家眼睛大 第二呢 人家张飞啊 这个身材也魁梧 而且也并不臃肿 不胖啊 不是那种胖子 而且张飞呢 这个也有艺术啊 有文艺细胞 会会这个写字会画画 而且画画非常好 画画呢 有这个二线底线实力了 应该算是一个民间艺术家 不错的 而且张飞 他从小出生 他是富户啊 古代呢 就像咱们现在感觉 咱说现在吃肉 很多人都不一定吃得上 我告诉你 有很多人 对吧 不是每天都能吃上肉的 咱们大会说 有酒有肉 就要小康生活 现在不是 咱们中国 现在还有好多人 可能吃上啊 对吧 有一些货困人口 对不对 但是你张飞 他就是那时候 对吧 还演贼呢 换到哪里 三个演义里面的表情 那真是欺负老天啊 三个演义里面的表情 那就是欺负飞飞啊 OK 张飞绝对不帅 你要是看那个 三个演义里面的表情啊 和三国 三国演义里面的表情 都已经很不错了 何况是三国智能 而且大伙 对帅哥这种事吧 可能是以现在的审美 你们觉得什么是帅哥 现在的审美 帅哥是什么帅哥就是 韩国我爸 是吧 那是韩国我爸吗 都不知道啊 我觉得这个核武的人气不打样子 可能好多人不愿意看 那有的人当时还觉得陈小春帅 有人觉得系听风帅 有人觉得这个 陈彦特帅 是吧 有人觉得这个 孙红雷还帅呢 对吧 对吧 现在就是你会发现 现在看那个电影 对吧 电视剧 但凡是个黑社会老大的妹妹 她就喜欢这个张艺 这张艺 说实在的 帅不帅 咱就不说 我个人感觉 她只能说是不科善 但是想当年 从艺 对吧 她从艺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不愿意 用她来当自己的这个演员 无论是主角配角 还是反派还是啥的 为什么不选她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她长得太丑了 但是你现在感觉好像人 对吧 包括黄鲁 对吧 王宝强 对吧 没法说 像这些普通boss跟刚才那个 真屡不比 是真比不了 不过是不是普通人的让样貌 对 对 对 我大伙看了 看了一个电影 叫双头 双头 这个电影呢 是咱们中国台湾 这个开摄的 一个 一个 这个 其实就是虚构电影 就假的 那里面讲这个 这个有的人长相不一样 你比如说你像虫童啊 虫童子 这个 项羽就有 这是官方明确记载的 项羽就有 双头 再就是像什么 这个 还有这个 像有的 有的这个 有两个胳膊肘 那个不一样 是谁我忘了 这是 无双版 这已经是最后一关了 这个视频还蛮长时间的 要说这个帅哥 三国 你要说三 要说这个三国里面啊 到底是谁最帅啊 这三国里面 就从头到尾 谁最帅 我见过最牛逼的描写 我见过最牛逼的描写 是说夏侯谋是最帅的 夏侯谋最帅 那就是说公认的啊 那是公认的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卫国那个驸马 就是说他最帅 我不知道大家会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 前天那个模仿球的回看是不是没了 不知道啊 按理说不应该没了吧 我不知道啊 按理说不应该没了 如果要是没了的话 那肯定是斗鱼搞事情了 我只能这么说 如果要是说回放被删了 比如说就是不显示的 比如说啊 他们审核我这个当时的回放这段就掐了波了 如果这样的话 那那就是那肯定是有黑幕了啊 懂的都懂啊 攻击马量都很帅啊 诸葛亮和攻击都很帅 但是 描写可能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瞎后矛帅啊 秦郎 秦郎也狠啊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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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是五号模仿的 应该应该就是前天 那他如果要是没冲 那别对是有事的啊 感觉现在这些 几千笔血的boss都不够秒 你看 说死就死了 根本就不够秒的 OK 杜宇 干宁最早不是海盗 他应该是江盗啊 虽然说我们当时所谓的海盗 也可以说为江阳大盗 对吧 这当然海的话 在三国时期还是一般般啊 一般就没有说 除了也就也就东吴当时联系那个公孙 公孙康那边啊 是吧 然后这个啊 有有走海路啊 有走海路 但是呢 锦帆贼啊 他叫锦帆军 这个干宁呢 首先他是在长江 谭地在长江这个地方呢 这么一个能理解我的意思吧 还是在长江这个流域的一个 这个 这个 一个 一个私人武装军队 最后呢 被收编了 最后被收编了 说出乳名 斗乳一笑 啊 神来一定 这一论转啊 这像这种帽子 感觉跟那个六万滴血的那个真履不一笔 就感觉啥也不是了 对不对 他必须啥也不是啊 啊 但是这个曹操第一时间 你看 曹操第一时间是可以缓过来的 根本不需要赵银的盗转磕轮了 这里面打气也不难拿 而且还有这个杜康九 是不是基本上属于没什么问题啊 当当当当当当 啊 梦德有张辽 无有甘性吧 心吧 心吧 是很啊 其实吧 要争论争论武力值是没有意义的 要我说 卫国第一武将非是张辽莫属 张辽给这个曹操带来的这个体验 那绝对是顶尖的 那绝对是顶尖的 无论是正式还是演义 都是顶尖的 蜀国的话呢 最牛逼的台平第一 我们来会讲啊 台平第一功勋啊 台平第一功勋 那绝对是张飞 第二呢 应该属于是关羽 第三呢 是魏妍啊 当然诸葛亮不算啊 什么样子都是掌舵的事啊 那不算啊 对吧 吴国的话呢 首先 当他是起步的时候 那肯定是以这个 以这个孙策为主啊 分间就不算了啊 以孙策为主 自己开 自己开拓的这个江东 这么多郡县啊 然后呢 这个贡献最大的 那吴肯定那就是 这个周瑜了啊 当然周瑜呢 也是掌舵的人 当然死的腰草 周瑜啊 鲁柱啊 陆逊呢 都是很重要的角色 吕萌 但是这些嘟嘟呢 都是短命鬼啊 确实很登啊 他的这个战绩呢 可能打不上去 对吧 打不上去 玩两个赛季不玩了 对不对啊 最后一个地图啊 这个各种各样的 这个各种各样的怪啊 其实这个地图 时间还是蛮长的 大概得有十分钟左右啊 但是他们打得很 你看 他们打的每一个 只要是你人形怪 哪怕你是暴走 我说秒你就秒你 完全不考虑你的感受 所以说情况 就这么个情况了 而且泰性丹精管够用啊 小兵就神来 不用多逼逼的啊 其实我特别讨厌 这个神赵云练这个必杀 神赵云练这个必杀 这屏幕肯定会花 实话实说 魏延还好 我跟你讲 魏延为什么没有 关羽和张飞厉害 是因为他确实 照这俩人差太多啊 前期都是给这两个人 当副将的 但是呢 魏延中期的时候 中后期的时候 确实是啊 连诸葛亮都说啊 我要不是看他有才能 你把能征善战 我绝对不带用 可见诸葛亮这么这样的人 他没办法 他必须点用 因为已经没有人用了 但当然啊 这么说的也是有点埋他魏延 即便他有人用 魏延也是当之无愧的第一萌样啊 那不用多说啊 把一向方便便 好 最后一个 我感觉他们这么打都不用 不用加湿器啊 最后一个礼服说搞就搞了 确实快 是 铁猎 代款 直接 我爱 这一顿血杀 这个真理不就懒匣子了 这就是最懒匣 跟刚才那个真理不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OK这就打完了兄弟们 这就打完了吧 没有不对不对 这个不是真理不 这个真理不时是司马仪那个位置 他是司马仪 他不是真理不 高影响试过 对不对 他唷唷 足足足齐谋 不是不是说用了就成不成功的事 这是也有失败的 当然了谁成谁不成 也是根据实力有关 有的人人家逆风就能打仗 那你像汉这把汉光武帝刘秀 东汉的泰国皇帝 人家咋打都能赢 咋打咋赢 就是用一句话来形容 就是你有币 你有币 对不对 OK 对吧 你独秀就不一样 你像这个同样打仗 有的人 对吧 一万人能打十万人 同样打仗 有的人十万人 打不过 他妈的八 五百人 是吧 那你要再算是旅元霸的 还是怎么算的 旅元霸的就变态了 好 感觉把所有的boss全秒了 感觉他是把所有的boss全秒了 其实个人感觉不需要的 直接就通关了 卧槽 这已经通关了 不需要了 好 主要是解压 主要是解压 而且所有人都是乘以六的命 看不看见 也就是说 也没有人死命 全程就是无双秒 全程无双秒 可以 有点东西的 兄弟们 OK 那就结束了 其实个人感觉 其实还是挺无聊的 也感谢大家伙能够陪我看这么无聊 我要不讲故事 大家伙可能看不下去了 谢谢大家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